我早了 都十點了 我是不是很難得十點開幕啊 這個時間 早安啊 但今天雖然看起來蠻開心的 但我很有可能很愛困 就是我是很有可能很想睡覺的 改十點就不會遲到了 不行不能誇夜 今天可能就是播一個半小時的危險而已 就是很 就得很快 那個北人的氣泡水 具現化 辦公活動就是要這樣 蛤 居然嗎 公演劍喔 我沒有要去公演院欸 公演可以 那我先來辦今天的正事 因為直播的時候手機會比較好 我的公司出道了 今天的正事 那我今天因為一整天頭髮已經油掉了 然後我瀏海會呈現一個 一絲一絲很有 很有自己想法的狀況 我剛剛救了一下 但我發現好像救不了 因為太油了 它一絲一絲的啦 超臭的欸 羨慕有書去買電子書啊 去買電子書還不用等喔 而且老實說 因為我不是會收集這種 公式書的人 我是覺得買實體書蠻浪費的 今天做的測試 哈 你就是00貍失了啦 欸 對耶 拿蜜粉拍拍 哇 身為...身為職人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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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向宇宙浩瀚無遺 玉岸是要慶祝即將見面嗎 睽違 睽違幾個月了都 上一次見面是幾個月前 有到一年嗎 有到一年 有到一年喔 起飛 沒有沒有 我說我是職人 我是說我明明應該是專業的才對 這是廢紙粉嗎 這是蜜粉啦 就是可能跟廢紙粉差不多 蜜粉是就是臉上如果化妝的時候出油的話 可以拍在臉上紙油 就是一般人正常會有油脂 可是因為如果化妝出油的話它會很明顯 然後會脫妝 如果說它是廢紙粉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然後好像沒有什麼用欸 怎麼辦 我很愛呢 我就拯救它這樣一下下 然後待會就要下波了 好浪費喔 很吵吧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子啦 怎麼辦的啦 新造型喔 好 但主要是因為我剛剛偷懶 我剛剛沒有把瀏海噴濕 我就夾瀏海了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我偷懶的關係 是嗎 厚印有喜歡沒瀏海的嗎 但是厚厚的菜不是都 都有 算是有瀏海吧 很空氣的概念 沒錯 但我覺得有時候吹完頭髮真的是聽天由命欸 我明明睡姿一直都算好 可是我有時候會有奇怪的折痕 好 好了 那我今天呢 今天的正式 今天這一個半小時裡的直播 正式就是要開封 Live the Island的公視書 這還不是廠商贊助喔 這是自己掏錢買的公視書 太香 太香 跟大家分享 那我還是蠻推薦的 如果大家沒有想要實體書的話 公視書 公視書的線上版蠻好 蠻方便的 因為它是馬上 就可以收到 然後是在那個 的日文版介面 是可以買到的 公視書 線上版也會有送複刻券 嗯 一樣有送 就是 而且會少睡 因為實體的 你還要睡跟運費 然後如果是線上書的話就不用 可是有些人喜歡實體的感覺 因為 你知道日本的公視書 都會比台灣做的還有質感很多 你看它是這種 滑滑的霧面 像繪本一樣的質地 很棒 然後先跟大家開封一下裡面 這一次的公視書是2了 比公視書1還要多一些 小小的未公開的秘密的樣子 欸那明月你要不要握手 會下次來跟我收著本 不用錢 我直接給你好不好 就是我真的很不會收藏 書 哈哈 公視書 第1章 第1章發售到現在已經過了1年了 有一些新的Libri或商品也增加了 那本書就是負責收錄這些東西喔 去年出版的時候 然後 當時新陸坑的研究員 現在也變成Libri Libri Libri 欸 優秀 當初新陸坑的研究員 現在也變成了優秀的研究員了 這個 欸這個team呢 也有非常多的 夥伴們增加了 這個team應該是指Libri吧 就是夥伴們 對現在是即時翻譯 そして 代替Libri 愛してくださる 忘記漢字怎麼唸 還要說 啊這個 總之呢 最後 這段時間沒有 就是沒有改變的是 一樣對 非常感謝對Libri所 要怎麼翻成中文 這段時間 不要唱了 等一下 就是 這段時間沒有變的就是 一樣非常的感謝 愛著Libri的 四組們 好太好了 音樂影響了我翻譯的部分 好我不翻了謝謝 不要唱啊 翻不出來就關音樂草 嗯哼 啊很可愛耶 龍龍班跟 電貓 我一直不知道這一隻叫 忘記了 我每次都忘記這一隻 沒錯沒錯 一定是馬桶歪 電腦可以啦 欸真的很可愛耶 它裡面真的是繪本的紙耶 繪本紙 然後很厚 棒數很厚 其實蠻可愛的 嗯 但是我要跟大家再重申一次 就是Libri呢 其實沒有這份工作的話 我應該這輩子不會點開Libri這個遊戲 照理來說是這樣子的 而且 最一開始 我一直在想Libri應該會很無趣的 但是好可愛喔 哈哈哈哈 我 我就是長嘴 我這個半年前的我 長嘴 曾經說過 這本書買的話需要隨時日文嗎 其實不用耶 就當繪本看也可以啊 而且它叫Kurome 我現在才知道 它跟Kuromi差一個字喔 被騙了 我真的是 一個工作讓我被騙了 被騙了不少錢 這個好可愛喔 叫做什麼 南瓜雀 南瓜雀 日文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學日文 它這裡什麼 只看漢字的話其實也還是可以看懂 但有一些細節可能看不懂 它有寫一些就是所長的memo 然後就是寫說 這一隻在創作的時候有什麼特點 例如說 它上面的那兩根是就是 它是毛 其實是毛 那個 昆帕 昆帕那兩根其實是毛 然後因為 在就是這個 誕生的過程之中呢 讓它變成毛硬化 然後就變成像腳一樣的東西 這一塊是 非常發達的毛質 好很酷 反正它就是有一些關於LIVELY的很特別的一些介紹 很腦洞的一些介紹 然後每一個池 每一個池 你看我之前有真的很迷的麵包池 然後還有 很厲害 我覺得我喜歡畫畫的人 我覺得某坦坦或衣服之類的應該會很熱愛 它裡面有一看 最一開始的設定 最一開始在畫每一個池的設計 好可愛喔 喔而且你們知道嗎 就是其實張法法有偷玩這個遊戲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在網路上可以找到那個LIVELY的音樂耶 LIVELY的音樂耶 我來看一下 我忘記它是用什麼東西查了 就是 喔有耶 sound 啊 它有一個 sound collection 哈好可愛 登 親愛的大家應該被這個遊戲洗腦的 挺知道這裡面的歌了吧 好啦那反正就是公事書 我就跟大家開箱一下 然後就是每一階段的設計啊 設計稿啊 然後還有細節像這個 這個就是去年冬季出的福袋 然後冬季福袋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就是 你基本上只能靠換了 因為它就是絕版 空包啊 我頭髮 原來 原來這是福袋 公事書感覺會一直粗耶 我好像衣服卡到頭髮了 我來用一下 因為它一直搔養到我 但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有未入選的設定稿 好像 我是覺得日本比較不會放這種未入選的東西 就是 它們基本上就不會讓這種私密的東西被發現 沒有耶 但是它有介紹那個 Lucky Jumbo 就是反正裡面有一個設施 像那個抽樂透一樣 非常的坑錢 然後也有介紹裡面的負責人 管理人叫什麼名字 叫做 香卡拉 好如果對這個遊戲有興趣的話 好 好的 那我接下來要來拆封這個 How can I 拆封它 這個這個 我跟你們說 因為我有買一本那個線上書 線上書是直接給你序號的 然後這個 它實體書是給一個密封的序號小本本耶 有點太精緻了吧 我還得剪開耶 快看一下 哈 我來了 我來了 這個要把它剪開 糟糕了 我超不會幹這種東西的 就是 嗯 喵 喵 那怎麼剪呢 你們會嗎 一樣是2000嗎 對是2000GP 我今天之所以要在直播上面 開箱的公式書呢 就是因為 聽說開直播的時候抽獎運比較好 所以我要趁著你們在的時候 我知道還是蠻多人沒有玩遊戲的 但是今天會被強迫 把你們的好運先借給我一下 因為 本人我呢 就是反正我最近在抽一個池 然後那個池子其實已經絕版了 反正就是換來的 然後呢 我已經抽了60抽了 但是只有三個SR 雖然戰績不算特別慘 但有一個是用換的 等於說我60抽只有兩個SR 好我要來換了 這個就不能跟你們分享了 我來了我來了 但是我昨天運氣可能用關了 真的嗎 遊戲因為我昨天手機上很好嗎 這個麻煩沒有玩遊戲的大家 或者是願意把運氣給我的大家 現在先把運氣給我好嗎 幫我提起 我來看一下 好 先下富威姐姐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出來一點 你這樣會一起換復刻券出來耶 可是復刻券的話 復刻券有倒數嗎 就是復刻券封在禮物箱裡面要多久 不想對不想的要快跑 不想把運氣借給我的得快跑 阿達你 把剩下運氣都給你了 但怕明天出會不會有意外 有喔 那大概多久 一個小一個月 一兩個月 有一個小月 我看一下解說 好啊 你等我一下喔 真的假的 收到葉子到信箱 啊 只有六天喔 那不行耶 那我确实不能现在换 可是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才抽了一个十抽 那我不能现在换耶 好不行啦 我这次直播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先从或者是先客 昨天有二十抽 我六十抽只有两个S啊 先从这 怎么办 早上我今天就不要抽了 就我早上是给 我早上给吴奇慧抽 然后他抽了 九个N 一个R 对我现在要两千均屏 我没有重收卷 我其实应该要有重收卷的 但是我今天呢 就是堵在一个R圈上面 哈哈哈哈 黏到了 骷髅米吉他代材刚用完了进去 RN再现 没错 但我跟你说也不是武器会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抽了 我自己抽了前面四十抽 有一抽是两个S啊 就是两棵树 但其他全部都很糟 有一个是三个R 然后其他就都保底 一个是3R 一个是2SR 之后全部都是保底 等于我六十抽有 四个是保底哦 四次是保底 上次彩虹池抽到了五个人 金头发抽到八十九十抽 才抽到 几率就好 啊怎么办 他复刻券六天就要用完哦 怎么办法种两棵树啊 都一直种两只娃娃 你说的是星池吗 我说的不是星池 我们要佛系无心抽 撞爆了什么 蛤怎么办 我就心意横花新台币 不行啊 我现在只有753GP哦 我现在只有753GP 我要两千的话 要心意横五百九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有吗 诶这样有耶 这样12 1260的话加753有吧 753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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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耶 啊 不行啦 不可以再花钱 那我们来实抽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实抽吧 好 这是今天唯一的任务 这是今天 唯一的任务了呦 等一下 没有哦 千万别这么说公演完 倒贴一百九耶 好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们抽Home的好了 还是 我要抽Home的 我跟你们说 因为 我抽Island太衰了 我抽 诶 给你们看 我已经抽了 50抽的Island了 然后 居然还有缺的 死都不给我 这个小幽灵 这个也不给我 然后 树就只给我两颗 我最后一个还是 连心换来的第三颗 然后 这个东西还给我七个 这个给我七个 我都要哭了 我都要哭了 好 我来抽Home 大家运气要好一点哦 大家运气要好一点哦 至少要两个 好了不要我们无心流 无心流 来咯 无心流 啊 啊 啊 我觉得 啊 啊 复科后的 复科后的词 运气都很差 不行哦 现在看起来超惨的哦 大家好像是蔡阿恩 謝謝大家防QQ 沒事沒事 我很好 我可以 我還好 我還好 連那張券都在衝破我 我已經都已經一百九了不可以了 10抽的券好像跟你中的有關 好一點的才有贏券 跟我中的有關 不會啊我今天保底一個也有贏券 保底就是他也只有一個N 早上的那一抽 不一定不一定他好像就是大隨機吧 可能是他在懲罰我吧 懲罰我復刻後太貪心 是我太貪心啦 老闆電了一發要踩 對要踩的現在可以抽了喔 所以你還要抽什麼復刻嗎 不知道要抽什麼 我接下來會 不知道接下來是多接下來 可能要半年以後 我還會玩這遊戲嗎 我下一個目標應該是天篷吧 就是那個有像房間一樣舒服的一個 然後就是有一個雙麻花便的那個 就是下一個目標是那個池 金券現在有三張不知道要幹嘛 我其實也不知道金券拿來幹嘛好耶 復刻有推薦的池嗎 我當然沒有辦法推薦你們啊 天篷的卡復刻也有連心機制 但復刻不能用那個 就是你拿到金券的話可以換一個連系卡 然後這個連心卡就是你可以直接選一個想要的嘛 SR 但這個復刻詞是不能用的喔 這個只有現在的詞可以用 然後這個的話 我是拿來換復刻券跟一個R券了啦 蛤?不用集中天篷沒關係啦 你們舒服就好 你們有看覺得可愛的 也是可以拿來造福一下我 或拿去換 我有拿到一張金券兩張銀券 然後七到八張銅券 七到八張銅券 沒有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那個抽娃娃的運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放在 欸可以重抽欸 我早上就應該要 我早上就不應該要換R的轉蛋券 我早上應該要換重抽券 就是我沒有啦沒有 我沒有換重抽券 是我沒有先劍之命 我早上有抽到一張銀券 然後我就把它拿去換R券了 就是你有銀券的話可以換一張重抽券 對重抽其實比較有價值對不對 是我太沒有遠見 銅券真的好多 全部都變成了200GP 沒錯 我現在也只能把它換成我的200GP了 因為那個毛球妖精的濾鏡我早就有了 我看一下我這樣是五六 我有七張銅券 因為現在都會死抽 重抽券有玄學 換了一張放信箱之後 都會抽好 怎麼不早說 來不及了喔 我 我已經沒有贏券了 早上都不該換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 鬥鬥小鼠的一次 鬥鬥小鼠的2000GP會再抽一次 應該就不會抽那個樹了 我應該就會拿來抽那個紅 重抽居然是10抽之後也是使用 對 使用之後它會再重一次10抽 好像是吧 就是再重抽一次啊 好生氣喔 可惡 哇那很厲害耶 我現在GP只剩13了喔 人生好難 復刻 復刻果然是一條不歸路 好啦那跟大家開箱第二個 我要開箱喔 這個是我從日本帶回來的 三立歐 連交換都不行喔 13 這個 是我從日本帶回來的巧克力 原本想要把它錄成影片開箱 我會抽到誰的 但 我覺得我大概是沒有那個毅力 把它錄成影片開箱 所以我覺得你直接在直播開箱 沒事找事做 我特別選了這個 大耳狗的 雖然裡面會不會是大耳狗 就不知道 我看一下裡面有哪些 裡面有 Hello Kitty 大耳狗 布丁狗 帕恰狗 庫洛米 美樂蒂 雙子星 跟漢盾 人魚漢盾 我是RN 我是RN 我剛好打還是有R好不好 有保底一個R 菜RN 菜RN 大家這就是只能抽到一個 它只會抽到一隻 對 它是一個超大的 就是它的一個大的形狀 像這樣 然後就要把旁邊撥開 它就是一個Hello Kitty 然後這個也是 就是要撥一個輪廓這樣 啊但是整塊巧克力都可以吃 要來拆嗎 你們可以拆一下是誰 我來摸一下怎麼樣 我澆水澆到一半 我來摸一下 不是 它就是 它其實就是為了讓人家不能摸 所以它就做成了一個 方形 就是做成的長方形 我猜布丁狗欸 這個立體 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應該是布丁狗喔 我猜布丁狗 應該是布丁狗 應該是布丁狗 你摸到了是不是 我在買它的時候 你有脫摸喔 欸 欸 是布丁狗嗎 欸 它凸起來的那塊不見了欸 它是不是碎掉了啊 結果是撼盾 也有可能喔 欸不是欸 它剛剛凸起來的那塊 不見了欸 這樣子是誰啊 好 好忙拆一個忙拆一個 忙拆一個 忙拆一個布丁狗 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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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可能捏碎了其實 我們來看 欸 打 沒有全拆它都拉不出來 我猜應該說啊 帥了帥了 果然碎了 是誰是誰 欸 是無臉貓 原來是睡了呀 原來是睡了 哪位啊 它是HELLO KITTY啊 它是HELLO貓 HELLO貓 睡了 睡了睡了 還不錯吃 喔 應該是小女孩 無嘴女孩 HELLO貓 有啦 它有鼻子 你看 有沒有很勉強 你看它的鼻子是有凹一個洞 既然是無嘴貓 我就要安心吃掉了 爸你應該不介意吧 其實蠻好吃的耶 還能吃嗎 它都可以吃 它整塊都可以吃 嗯 我嘴貓 掉去 它很像 它很像巧克力裡面包跳跳糖 對 麵爸跟我去吃了鰻魚飯之後 吞下了所有的刺 沒有在跳 吃起來卡哩卡哩的 我今天會一直眨眼睛 因為我今天戴的是一個台灣牌子的隱形眼鏡 然後它超乾的 雖然是新開的 就是新打開的 可是它就是超級乾色的 所以我會一直眨眼 因為它太乾了 蠻好吃的耶 但它有點太甜 可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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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蒂奇 這個就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說不是抄襲了吧 讓Life已經 已經無所謂遇到這種程度了嗎 它已經無所謂遇到全抄了 它除了哈利的黑色頭髮改成了金色頭髮以外 OK好 是致敬 致敬致敬 嗯 我懂 它沒有在掩蓋的啦 說到葵蒂奇還是很開心 沒有官方授權的葵蒂奇 好開心喔 謝謝YoshiYoshi的海盜船 我 之前在高雄曾經拍了一個去玩海盜船的影片 直到現在我都還是沒有剪出來 就是一個拍了片但不剪的人 復刻了 也不是 對了確實也不是第一次認識哈利波特了 不是 第一次認識Long Life了 我整隻沒有 沒有 如果有的話 它就會做黑髮了 是吧 但是我跟妳說 這一次的聯名 我有打算要生一個Lily了 我在決定要把哪個寵物 就是捨棄掉 我要把它變成那個 Melody 我覺得Melody 比骷髏米可愛一點 欸 噹噹噹噹 呦 語無倫次 嗯 我上次還在日本買了海酒 但是我覺得日本的海酒吃起來很不一樣欸 跟台灣比起來 我覺得日本的更好吃 可能有一種從洋媚外的心態 就是 我買了三包海酒 因為我去的時候有一個聯名 就是買三個以上的海酒產品的話 會送一個 那個 我推的孩子的資料夾 然後我為了要拿到 我推的孩子的資料夾 拿來送劉曉晴 我就去買了三包海酒 有個禮物叫秀秀 它很明顯就是那一隻了吧 那一隻看到錢錢 就會 我突然忘記人家叫什麼名字 等一下聽 呃 噓噓噓 忘記那個什麼名字 台灣翻譯是什麼啊 我每次都會忘記 玻璃獸 對對對對對玻璃獸 我每次都會忘記台灣的翻譯 但是 我記得中國那邊的翻譯是直接給它一個名字 唉唷 有什麼特別的口味嗎 欸 好像 我也沒有選太特別的口味 我選了 萌萌 但是它是清水白桃 跟一般海酒的白桃口味又再不一樣 哈囉秀秀 你很明顯還穿人家的扣子服喔 好 謝謝科學家 給你們看日本的漢酒 它會 嗯 怎麼會呢 它吃起來有種 沒有那麼甜 嗯 剛剛那是骨頭身 就是我會咔咔咔 我會轉骨頭 嗯 它比台灣的海酒再不甜一點 然後 它的外皮很像那個 口香糖 你知道口香糖咬下去是脆脆的嗎 然後裡面是 嗯 一點點彈牙 可是不是黏牙的那種 頭髮翹起來 哪泥 完蛋好啊 欸它有時候放到有些主題的好像想睡覺喔 那什麼 那個嗎 中華新年花火 Summer Hanabi Festival 去年的 这不是去年的烟火 烟火池 有卡里卡里的感觉吗 没有 还好 电影池 我上次就是推荐张华法 去听电影池 结果他跟我说他不喜欢 就是原来学大体情的人 就别有一番见解对音乐 他说他不喜欢 但是我记得他那时候有推荐一个 但我忘记是哪一个了 他有喜欢的一首歌 诗人的也蛮好听的 品味 品味不一样 就是学大体情的人品味不一般 我记得他是喜欢 一个比较老的词 但我忘记了 抱歉 我没有记下来 可能不喜欢木吉他 但我觉得木吉他 基本上算是已经 已经算是 就是多数的人都喜欢 因为他很 舒服 然后慢慢的 然后很像那种 悠闲的闲暇时光 弹着木吉他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Livley的歌 都很用心在做 就是背景音乐 他每一尺 那一个礼拜几乎 每一个礼拜都出一尺 所以还可以每个礼拜都放 那个不一样的BGM 就代表他们的 公司是非常的有行动力 不像某公司一年做一首单曲 好咯 那也是 就反倒现在几乎都蛮好听的 谢谢小杰的笔心 今天手太臭了 主要是我今天的手太臭了吗 我都以为今天连两抽十抽都是保底 他不是秀秀 不是秀秀 我也希望至少还能一年出一次 太严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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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很好 是真的 今天算是这几天以来 天气算适中太阳很大 然后又没有到很热 也没有到很冷的一天 对吧 而且今天也没有下雨 我今天手很臭 我觉得是没有吸收 一年一次都没有会哭 他言3月9号生日 哦真的假的是双鱼座吗 请问双鱼座有什么特征吗 该来一次录音室专辑 太快了吧 reset才卖完多久哈 今天天气好几个月也来这舒适了 是哦 现在晚上骑车都会冷了 对就基本上还是要戴着外套 我今天是一整天都穿着外套 但是早上蛮热 就是早上穿着外套是会 有点流汗的那种 那因为我懒得 我懒得提着我的外套 请记得爱是你的骑士团 使你太不心有感 说生命是一人的风筝 Carrie Carrie I'm you and chivalry 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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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的冷麦 就在吵冷飯 这团歌已经 Denis都团灭了都 Denis 要能聚在一起唱也是不簡單 有人想要問這是哪一首嗎 其實這首歌並沒有付任何代言費給TP 但不知道為什麼TP的大家都會唱 難道大家沒有聽過嗎 愛是你的騎士團 有人還會唱嗎 騎士時代完整版MV 你看人家人家連廣告都有MV 我們的MV 本來少女咖啡翹的MV 騎士時代的歌詞有沒有辦法 中文歌詞 是不是在下面 你們這樣聽得到嗎 掃咖槍是一倍酒的痛 就算看了歌詞其實也聽不太痛 我沒有辦法標高音喔 我已經忘記那個銀燈 我記得還有什麼 太顏老粉嗎 在一切都彷彿 等你一看之間 你這些信念著人家 驚動 愛是你的騎士團 是你太不心願感 是生命 是一人的風箏 Carrie Are you a strawberry 無論多難小無名的光芒 都能夠讓黑暗受傷 生命的鬼主 當萬名開出迷藍 歸來啊 騎士們的時代 Carrie Are you a strawberry 此刻無眠的望 哪怕不是太陽 謝謝大家 但我的眼睛真的好乾喔 它完全沒有辦法聚焦耶 這個 油巴這個太陽可以嗎 還是因為我昨天沒有睡好 所以眼睛才那麼乾 大概一年以上沒有follow了 欸這差不多就是這一年的東西吧 喔023年1月12喔 今年喔 這可是今年的 我不是一分 我是為悲哀的天愛 我是為悲哀的天愛 禮拜日活動間 這個禮拜六日就是公演了耶 這個禮拜六日就是公演了耶 Rosica 請記得 我的愛是你的騎士團 是你太負心勇敢 是神威 是一人的紛爭 Carrie 讓 you a strawberry 無論多半小 無名的光芒 都能夠讓黑暗受傷 當神話動於氣魂 當萬名開出迷藍 歸來啊 其實我們都是在 Carrie 放映了shivering 此刻無眠的我 哪怕不是太陽 他要怎麼接過去啊 他要怎麼在那個高音的狀況下 然後突然啊啊啊啊啊啊 nueva 噢 沒有放在一起 錄音是兩個 兩個生道路 esa 돼 哪怕不是太陽 hero 找兩個人 錄音魔法 先也好好的飛向宇宙 哪怕不是太陽 對啊 所以演唱榜應該會選哪個唱 會選太陽唱還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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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Rebel 啊啊啊啊 Uh 不可能這次還是這首吧 很難說哦 難道不想要再看我跳新端 不是 我想講新竿的插拔 新竿的條碼 嗶 嗶 嗶 每條想起了所以 連著你的思緒也一冰 被人物以賭去 哈哈 哈哈 新竿的條碼 跳什麼 猜啊 你六日來看啊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我六日其實還是跳不同的 不同人的位置 有沒有想過說不定我連UNI曲也有可能跳兩個 哪個呢 來健康看就知道呢 有沒有這樣想啊 是不是應該要拿看一下啊 接點紅包喔 為什麼有紅包 沙發也是好愛 很想再看一次 沙發我倒是真的沒跳過耶 我怎麼沒有看到紅包 難道我又沒有更新了嗎 是誰 紅包誰發的 不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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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來 但是我其實也不知道之後還有沒有禮拜五耶 就不好說 這次其實是因為三創嘛 所以我不知道之後還有沒有 其實也不可能喔 畢竟 就是 我們現在也是一個需要多一點表演機會 讓大家訓練一下的時候 就是 我們還有很多孩子是比較少表演經驗的 就只能趁公演去累積了 所以 如果一個月有四 四場 對我來說是四場 一個月有四場的話 其實也沒有到不好啦 只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市場都長得很有精神 我希望十一月的時候 可以至少再回來一半的人 拜託 我也覺得快閃其實不用經費 就我們之前一直很想申請 去快閃 因為 我永遠記得西門那次的快閃 這叫西門吧 六號 六號出口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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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一個彩虹步道嗎 彩虹操場 彩虹區 後來下雨的那次 對 那次LOVE修行 我們原本要兩場 結果因為下雨就只跳了一場 不知道 是一月還不確定 只是我覺得 四場也沒有不好 只是可能大家會 看起來 疲倦 我們沒有在彩虹 直接在六號出口嗎 八月公演在深層就好 為什麼 八月 八月 八月公演 我們八月有公演嗎 畢業的那一次 啊 八月買不到票啊 但是 老實說 我覺得 烏梅 會比較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烏梅的話 線上 可能 還會比較好看一點 如果在三創的話 線上可能會 很不好看 嗯 而且烏梅算是 起點 對啊 就是有始有終 都在烏梅 感覺會比較好 但是就是因為 座位就是搶得非常的 秒殺 黑一點 來個兩場在南部 就不會疲倦了 烏梅有回了呀 我覺得運鏡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們每一場都很看運氣跟緣分 就是我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每一場都找不一樣的那個 找不一樣的廠商 二單有快閃 二單有快閃 而且我全家都在吵 那個時候 他們有留下來一起看嗎 二單 我知道二單有快閃 因為只有 只有選拔有成功快閃到兩場 非選拔就沒有 因為LAB修行就是 就是在二單啊 切走 我愛著你的 我怕 切掉 應該是都不一樣 8月P組的運鏡還不錯 我是T組的 我說我是P組 要哭了 而且T組還下雨 我覺得很難過沒有讓他們穿著 禮服出去給你們拍 我知道這件事你們很難過 但我們也很難過 就是這件事我們也很痛 以為也很痛 但我覺得大家都努力了 確實就只能靠天吃飯了 T組 我後來有回去再複習了好幾次最後一場公演 前面的音控真的是 而且一開始那個啊 線上講話的時候不是也沒收進去嗎 T組還大靜音 大靜音 好啦沒關係我覺得至少最後大家都是美美的 然後也是完美的結束了 雖然說前面有一些小小的 技術殊師 但是 不完美的最美嘛 這樣印象也最深刻 而且只要永遠有心中一個小小的遺憾 才會一直記住那一天的回憶 還沒有看過T的公演 還沒有看過T的公演 你現在可以看P的公演 小伊 小伊 千萬別這麼喊 T組的我們的風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確實 確實有點白劇 你看你們就永遠記住導播了吧 愛著你的我 千 現在還買得到票喔 T組跟P組的 兩場都還有剩 因為這次在三創也比較大 但是 我剛剛問一下三創前面是平的 後面是高的嗎 還是也都是平的啊 我不知道他座位怎麼架 好不專業 抱歉 居然得問你們 都是平的 後面是解體座位 後面是高的 那有賣到高的了嗎 有賣到高的部分了嗎 還是都在平的 不知道現在賣到哪了耶 試問像公演也是抽的嗎 其實平常公演座位是抽的 但是這一次 本週六日的不是用抽的 是直接在 線上 或者是機台上 直接選位購買 然後 這半年來 只有這一次是這樣子 平面的賣完了 對 然後這次有開放 有會員資格的 可以先 提早兩天買票吧 平面只剩下後面的 其實我有點擔心 不知道你們平面會不會被擋到 是有可能的 唉 我們就一個 可愛的小團體 怎麼這個時候還有黃牛呢 多慘啊 而且 在一場賣不完的表演裡面 賣黃牛票也太 大膽了吧 三串的電視牆畫質很好 但我們公演不會用到電視牆啊 十四階梯 十四階梯 這麼快沒了 真的假的 所以快賣完了嗎 去年8月是有被擋到 那 不知道第一排的後面幾排還好嗎 沒錯 TP居然有黃牛 而且你們知道最後 就是畢業生畢業的那一場公演也有黃牛 而且也賣得很窮 只能說到處都是會有的 十四階梯送二十 什麼 十四排的階梯只剩下二十 二十排 二十個座位 二十個座位嗎 這次都有黃牛嗎 那他們應該虧錢了 不知道耶 不好說 說不定有重大公告 你說 這一次嗎 那場我買了一千六 沒關係 錢都花了 有看到成員們的 漂漂亮亮的 這個最後以偶像 偶像身份的 最後舞台的這一面 我覺得 如果覺得錢花的是值得的話 那就是值得的 沒錯有黃牛的話 等於我們紅了 我不知道耶 我其實不知道我們BNA場有沒有騎很多給公關 那場在烏霾外面看了線上 沒錯 我們也是騎購 通貨膨脹 你買了一千 九百加一千二什麼 你買了什麼 你買了什麼 三創 三創這場很多黃牛嗎 三創這裡 不是 這一次都沒有賣完 到底賣什麼黃牛啊 喔很多公 很多公關喔 九百 衣服加我的生日會 衣服加我的生日會 我們會盡量讓生日會好玩的 但可能你們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們這一次呢 是走一個 就是 淋樂大家 讓大家玩得很盡興 然後我們被逗樂的一個生日會 很多黃牛的話也是 很被看好 好 主題是什麼嗎 還沒有想好要讓你們 dress code什麼耶 光婷爸爸 光婷爸爸該不會要來看 欸生日會會到啊 公演會到嗎 T等櫻花 對我們知道 就是 外面的大雨 就是可能是聽到櫻花瓣 就落淚了吧 主題會沒進嗎 主題會沒進嗎 你要知道 最令 岔恩拖延症嚴重 怎麼說呢 其實我有點沒頭緒 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 但討論出來的東西就是 周邊我們非常的滿意 周邊可以說是偶心立血 跟你們也會眼睛一亮 我覺得周邊非常非常的值得 就是周邊你們會非常非常的 哇哦的那一種 可是 我真的主題我真的是沒有把握 而且我還沒有很 怎麼辦有推薦的主題嗎 我們其實已經討論出來 但是就是 一直夾在一個 我們都覺得 不是那一種 哇太棒了吧 這個idea也太厲害了 的那一種 對 周邊只要買生日會 就有 就會送 然後 但這一次呢 這個周邊 是 有史以來 第一次做這個東西 生日會啊 生日會有史以來 第一次做這個東西 哇哦 我的那個無菌爐哦 我如果玩的遊戲跟主題沒關係 那就是佈置而已 就是 我有想要盡量玩的遊戲跟主題也有關係 怎麼辦 你們有沒有想要推薦什麼 就是 我們的dress code 啊好我真的好痛苦 要解決的事情太多了 不如你解決我吧 呀 就是我們一直沒有想到一個 太棒了吧 的主題 但周邊已經好了 而且周邊真的是 就是厲害到爆炸 我們看到的時候都 哇哦 耶耶耶耶 甜甜戰士嗎 其實水手服我們已經穿過了 浴衣和服我們也穿過了 然後夏日祭典我們也穿過了 然後 萬聖節套裝的那一種 我們之前也穿過了 我已經不知道我這四年的生日會 幾乎都把東西穿過了唷 指頭還纏了 你為我 全員師服 我們生日會都是師服 都是師服哦 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蘿莉塔 不行耶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穿蘿莉塔 而且無機會穿過啦 在猜拳大會 嚴格來說算是吧 那一套其實是蘿莉塔 有猜節嗎 想不到嗎 因為其實沒有壽星 這是誰唱的版本呢 這一個版本是 謝和弦當主唱 然後 那個樂器彈奏是東城衛 有三種版本 一個版本是東城衛本身的 然後戒是主唱 然後 第二個版本就是 阿扣 阿扣是主唱的版本 然後第三個版本是 那個 曾沛池是主唱的版本 然後 曾沛池的那一版 有稍微改一點點和弦 然後謝和弦這一版 然後謝和弦這一版 我覺得 算是 比較 比較注重於阿扣的歌聲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東城衛借的那一版 跟 跟 曾沛池的那一版 一萬某人忘記天文卷啦 哇 穿嘻哈 一頭不停的震動 在你的時空 我從未退所浪落 謝和弦直接被改掉了 被改掉什麼 太 哇 玉兔長安 吳剛也 都過了 中秋節都過了唷 禮服是什麼 玩禮服是不是 那也要扣主題阿 我上次有跟你們分享我同學突然想要聽我唱累了的故事嗎 就是 我有一個 我 從 高中就很好的同學 然後就是 他會 非常的支持我的各種節目 跟 就是YouTube的影片 然後就是他會準時更新的那一種 然後他有一次就跟我講說 他 這幾天突然很想要聽我唱得累了 可是 他發現YouTube找不到 還記得我是在哪裡唱的嗎 我就說 我知道 浪Live有幫我剪成一個精華集放在那個IG 我就去翻了那個給他聽 於是我就再聽了一次我唱累了 真的 我的靈和魂魄魄 不停守候 在你心門口 我的傷和眼淚劃微無擁 為你而留 藏在無邊無際像小宇宙 愛你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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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有人說男裝嗎 這個基本上如果推薦泳衣的話 下次會被我拉黑 下次基本上就是會被拉黑掉吧 大陣風 大陣禮服 漢服 其實也不是沒有選過漢服 而且漢服我可以提供 你也不行耶 也沒有一定要很有主題的步驟 下次直接掰掰 男裝不錯啊 馬騎馬 我有想過馬騎馬套裝 老實說 但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看 如果是穿很帥氣的套裝呢 我看見了最妙光的笑臉 好時光都該被寶貝 因為有限 我試著不去擔心的太遠 藍色妖肌是誰 我來看一下藍色妖肌 Y2K的畫 看得到 藍色妖肌 側臉 有什麼 藍色妖肌 誰啊 天啊 這套裝 很不錯 男生 我的切爾西 一個名 切爾西 英雄可以說 不能踩切爾西 我記得好像看過耶 代表我們的衣服 拉麵店 小當家 小當家 制服 打開窗 你會看到 微笑融化 你不能踩切爾西 好我下播再來補 我學校英雄老師會穿切爾西 圍個 圍裙 古代麵店 吳同學快五年了 明年不到 第一次遇見 一天就出你側臉 有什麼 不行啦 穿壞心草面T也太沒那個了吧 勇者刀愛龍之前有做過了 勇者刀愛龍 李彩潔跟林潔心已經用過了 大家也是不用那麼擔心啦 再怎麼說也還有時間 對吧 太走響 太走響的話會讓自己想太多 MARIO 嘿嘿的醬油T 一開始發響是麵店 你說你說那個嗎 你說某一件厲害的醬油T嗎 它確實很有麵店感 就是很像麵店扛棒 我今年的也很麵店扛棒 這個怎麼唸 太普的這個提議是什麼 完全看不懂 DL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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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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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有點像灰姑娘的概念嗎 Di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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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偵探系列的片嗎 叫做從前謀殺案 然後他是有原作小說的 我沒有推薦大家去看 他沒有到很難看 但他的那個 壽終年齡層太小了 他比較適合我感覺大概國中吧 國小國中去看的話 差不多那個年紀 就是他沒有不好 沒有到不好 但是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會推薦年齡層低一點去看 因為也不是中二 就是他很 他為了緊扣童話的主題 然後沒有整個作案跟內容沒有很成熟 就是不是合理是合理 但是果然就是童話故事這樣子 對 但是環奈漂亮 還行啦 還行 我殺死人就去看 殺死人可以 我接下來想看那個 我說要是推理 而且我前幾天 就是抽空去看了 你們 怎麼會生 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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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什麼 你怎麼再生 你知道少女的定义是几岁到几岁吗 就是 我问一个官方定义 请问少女的定义大概到几岁 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很多前辈也是大有一点岁数 刚好巧合被我看到是不是 还是刚好求生育第一下被看到 哪一种巧合啊 少女自己认为少女就是 23岁不算吗 屁啦 05年后你们现在到底是怎样 不想看我直播可以讲 我现在就念榜 我现在就念榜 欸少女的话我觉得好歹25岁前吧 25 我是认真的就是少女的话25岁前算少女吧 可能26岁开始可以算是 比较 就是可能会讲说偏 跟轻熟女 30岁以后可能可以算是 就是 其实30岁还是轻熟女 因为现在很多30岁都还是很 比较 以前会说30岁以后算熟龄女子 是因为以前很早30岁大概 其实就很多人结婚了 但现在30岁还是蛮多 就是根本还在自立自强打拼的女生 我没有 我再怎么说经典也才23 可以 红依玲 红依玲没有办法帮我挡枪 红依玲没有想 25岁是美女啊 美女美女 你们这些没有求生育的 下一次直播都不要给我出现了 只要绑 只要绑双毛尾都算是少女吗 就是其实 其实我觉得双毛尾是一种齿力的部分 对我刚刚想找盾牌 后来发现黄莉莉莉没办法成了我的盾牌 哈哈哭啊 长得年轻重要 长得年轻比较重要吧 几岁算是少女啊 有吗 他还是黄包年龄啊 潘姿玲也当不了盾牌 就是他出去讲他的实际年龄 真的是没有人会发生 没有人会相信的那种 就是 他每次报完他的年龄 或者是被其他成员冲康 讲完年龄之后 他们都会说 真的假的 看不出来 但是他们就是一脸那种瞳孔震动 是真的不相信的那种 有小朋友长得很着急 确实 我就是在经常宠康那个盾自己的人 就是每一次在拆岁数环节的时候 我都会说 你拆这一只 你拆这一只 我就会把盾自己拉过来 你拆这一只 拆这只几岁 拆 拆拆看 用力拆 哈哈哈 从来就没有人把他往靠近三十拆过 甚至还有人拆他比我小 哈哈哈 这只五岁 这只五岁 是真的差不多五岁 新智年龄上差不多五岁 我要跟他们讲什么 哦 没有啦 我发现很多人误会我现实都在说的那个 就是 君たちどう生きるが 就是那个苍鹿与少年 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太 太过度思考去看 然后结果人就有回我现动说 呵 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 呵 然后我想说 这个呵 感觉就是听错意思了 呵 就是有人 有人 有人 回我的现动是那种 呵 我听懂 大概懂 就这个 呵 我没有 我这次没有再臭 大悟解 可恶 我以后不可以太那个 但我也不敢 呃 对 过度思考我的现动了 真的 就是 我跟你说我不敢大推 是因为这部作品它本身很极端 就是已经很多人去看完之后 就给了两种评价 有人说超好看 有人说超难看 但是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它没有到超好看 但它也不难看 因为 其实我看完之后我蛮喜欢的 虽然不到二刷的程度 但我会是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的 但是因为 我觉得看完之后一定会有人是很茫然的结束 所以我又不敢那种挂保证说超好看的啦 一定要去看 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敢在现动上面写什么大推 我会必去看 这样子 但我只能告诉大家说如果要去看的话 希望大家是放松心情的去看 因为 我觉得我之所以会不上不下 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我应该会是喜欢的 可能也不会到超喜欢 但是 它之所以让我有点茫然是因为 我在看的时候太过度去想要知道它的寓意了 就是你们知道 宫崎骏的每一部作品里面 其实很多 东西会隐藏着一些可能社会的实事案件啊 或者是说现代社会的一些小小的壁漏啊 想要去展现这一面 让大家好好的省思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苍鹿与少年》不能这样 要去感受不要思考 我就是因为 我太用力在思考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好几段就会想说 他这一段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哦 这里该不会是在讲怎样怎样吧 啊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然后结果就是这样子一直串串串串串串串 串到最后突然就结束了 你就会觉得 诶 诶 诶 啊 你懂哦 就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想太多 然后会导致没有办法好好享受 但我觉得至少我可以挂保证的是 我觉得这是 这一路以来我看宫崎骏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作画方面 动画的处理方面 我觉得是最棒的一次作品 而且因为 诶 宫崎骏呢 其实已经说了几百遍 他每部作品都是他的最后一部作 所以我 没有 我没有抱持着那种 啊这已经是最后一部作品了 一定要去支持宫崎骏那种想法 因为我相信以他这样子的人 未来即使他不会左手去制作一部作品 他一定也会给很多作品指点 就是比如说 宫崎骏出现在哪部作品里面有给了什么意见 这种东西是有可能的 所以 我不是那种宫崎骏脑粉 就是我不是那种 啊我一定要最后为了他支持一次 这个最后的这一部电影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什么新闻报说 宫崎骏的最后一部去看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去看 可是 与我来说 看了这么多作品里面 如果真的喜欢宫崎骏的话 这次里面有很多小小的致敬 但那个致敬也不是那种 什么可能霍尔跑到这部作品里 不是那种很硬要的致敬 而是可能里面有一些台词 或者是画面 会让你想到某一些宫崎骏的作品 然后 但是都不是很硬要的那种 就是不会让你故意知道他在致敬这部作品 但是你会 如果你很喜欢宫崎骏的哪一些作品的话 你会会心一笑 就是你会觉得 啊这里跟某一部好像喔 这样子 就是会这样吧 我觉得这样子很可爱 就是如果你喜欢宫崎骏的话 这样子去看 你会觉得这部作品 其实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 小小的彩蛋 然后 你没看出来完全不影响 那个剧情内容 所以我会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 我觉得 剧情部分 他想要去 隐晦哪些社会的时事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作品很开放式 我看完之后还是有稍稍的看一下影评 那影评当然也有讲得很好的 然后也有 我也有觉得某些是过度脑补的 可是 我觉得 或许 纯粹的去看宫崎骏这次的画作 动画 会更好 就是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因为 其实以前的宫崎骏确实是塞了很多影语在里面 无论是职语也好 影语也好 就是其实蛮厉害的 但是这一次的宫崎骏我觉得她 很像是 反正她说了什么 你就听什么 那种感觉 会不会一堆人找彩蛋 结果结局又是问号 我跟你说结局确实蛮问号 这是我觉得有史以来 宫崎骏最 open的一个结局 但我不能再爆雷了 我希望大家有一点点 小小的期待去看 也不要太期待 不要太期待 是因为 你要知道 宫崎骏就是一个很 思绪很跳脱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用什么大众的期待 说 这个神作 这次一定会很好看 什么的去看 就是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次的心得很极端 那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绝对不会说 她是一个不好看的作品 因为假设 今天有人要约我去看第二次 我还是会愿意的 只是我不会主动去看第二次而已 但是她看完是很舒服的 然后 她不是开心的电影 她还是有一种 悠悠的 一点点感动 感动大于抑郁 然后 微微的 很微微的忧郁 一点点而已 超级一点点 我觉得最多的是感动 那她的感动也不是像 就是 其实我很不喜欢 你的名字 跟 天气之子那一种 因为 前阵子的那一部叫什么 喔 琳牙 琳牙就是 超级硬要的 琳牙没有不好看 但琳牙我会拒绝看第二次 因为琳牙之余就是 她拿这个锤子 告诉你 这里要哭了 你给我哭啊 跳下去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被打得很痛 然后你逼不得已 得跟着哭这样子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我更不喜欢那种 超级不舒服的就是 就是 把你敲哭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 啊 你这星海城派的 对不起 我觉得你的名字 天气之子 已经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了 你的名字跟 那个 欸 因为 这次的琳牙之旅 都有让我很 很重的感觉 就是她故意要 让我哭 那我哭了 是哭了 但是我就是知道 她要我哭啊 我就只能哭了 对 俱锤 哈 然后 所以我还蛮喜欢 宫崎俊这一部的 那天气之子 是我你的名字 天气之子 跟 看《描述五厘米》 因为我觉得那个 要看个性 它是一个很 跟自己对话的一部作品 没有很适合 跟朋友一起看 因为 描述五厘米很 痛 然后她的那种痛 我觉得那种痛 又有点像是 有点点像是 无病身影的痛 就是 在 生活之中 你 很 发愁的时候 去看这部作品 你会觉得 她的那种愁 跟忧郁说得好好 但是她的 但是你如果 状态很好的时候 例如说 你是一个很愉快 很一行人格 很开心的那种 你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诶 有这么难过吗 所以 就是 对对对 她是那种 无可奈何 很惆怅 但是要在你可以 放松 到 可以去跟自己 对话的时候 这样 其实这样听起来 就已经很文青了 对不对 描述五厘米的观感 我看了三次 我自己蛮喜欢的 但是 我会选在 心情也没那么好 的时候去看 因为 描述五厘米 看完之后 不会是好的 两种 一种是你看懂了 你心情自然就不好 一种是你没看懂 你就会满头问号 就是这样 所以 描述五厘米看完一定不好 《炎夜之庭》 倒是一个 我到现在都没看的作品 我是不是应该要看啊 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 看一下《炎夜之庭》 没有 其实我心海城看超少的 女生朋友看完 好像都没什么 就 秒数五厘米啊 秒数五厘米 其实 其实 其實 蛮写实的 人生的写实 可是 我觉得 心海城的 嗯 適合一個人看 欸 不會啊 你的名字就號稱是情侶很適合去看的電影 然後 我剛剛講星海誠的 喔 秒數五厘米的觀點確實是比較男生 我覺得 因為 男生看完 其實應該會更痛一點 我覺得 因為我是帶著男主角的觀感去看 秒數五厘米的 那個惆悵感 跟無力感 跟 想太多感 就是其實我覺得 是很多男性在 社會壓力上會 面臨的問題 沒錯 就是 男生的話去看 我覺得會 double kill 啊女生的話 看共感能力吧 你如果是一個 不多愁善感的人 可能就看完之後會 蛤? 的那種 他劇本跟畫面不成正比 你說 畫面比較好嗎? 呵呵呵 就還好 那就是還好的人 對 男生會有一點點帶入感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還是有一點點強說醜了啦 還是有一點點強說醜了啦 我覺得 人生遇到窘境的時候 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 可是 如果願意 繼續讓人生 繼續走下去的話 他不會永遠那麼痛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撞牆期 就是 這部電影之所以痛 是因為 他把撞牆期 寫出來之後 沒有告訴你 結束撞牆期以後的生活 可是我覺得 人生撞牆期結束後 會有一片天 如果你願意 繼續讓這個人生走下去的話 他 不會永遠那麼痛 但是 電影 對 電影他沒有讓你走出來 所以才會這麼痛 所以我才會說 有點強說醜 是因為 人不可能情緒永遠那麼低 但是 男主角把 最後的 時間的 最後電影那段時間都 太低了 太低迷了 概念版了 但是 其實我還是蠻推薦大家去看 《倉路與少年》的 我也很好奇 大家看完之後的心得 因為他是一個很極端的 他不是一部最好的作品 絕對不是 宮崎駿什麼 最 超級 厲害到 大眾都愛爆的那種作品 但是我覺得 在某些人心中 他應該會蠻頂的 對今天只開 沒有 已經開一個半小時了 我要 念房 我要念房了 大家 今天畢竟是平日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姑姑睡覺時間 姑姑睡覺時間 今天的第15名 今天第15名是 Happy Birthday 麵老闆 謝謝永高 Happy Birthday 你才剛來喔 我就要走了 我就是灰灰衣袖 不帶走任何一片雲彩 不帶走任何一片雲彩 我要什麼 你 要請 每個 場景 都有 今天要第14名 今天要第14名 今天要第14名是 CKUMK My Face The reason why I'm single 我 我跟你說 CKUMK 這個季節 這個Face 可能會再痛苦一點 加油 Your Face 等等 怎麼了 我幹嘛了 我念錯英文 我幹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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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錯英文嗎 等等什麼 為什麼要等等 我念錯英文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念錯 reason 怎麼了 為什麼要等等 會等到什麼東西嗎 要等人是嗎 辛苦 沒事 好 謝謝 謝謝 CKU2K 我跟你們說 我最近玩Libri Island 然後就有遇到一個人 就是 就是 就是把宙數回家的CP 打打 他的名字就叫做 下午 看起來就是 下游捷跟五條霧CP的 我忘記問他 可不可膩 我是佔五條霧跟下游捷啦 但沒差 我也沒有那麼努力的在課 務必結婚的啦 好了好了 我們不要再開USB的玩笑了 哎呀哎呀 務必結婚的啦 而且 我要跟你們是 分享一個很可愛的事情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不是要跟你們說他做代購嗎 然後他就是會幫忙 代拍 任何的東西 然後他前幾天就發了一個東西 跟我抱怨 他說 喔就是 對 他的客人說 要幫他代拍一個盛會 就是 這個叫什麼名字啊 我忘記他用什麼名字了 他爸爸 浮黑聖 平 聖 浮黑聖 聖結石 浮黑聖 聖耳 浮黑聖 好聖耳是不是啊 太好了 聖耳 本來他就是 他是走那個聖耳跟美咕咪的這個段子 然後他就說 他的CP被狠狠拆掉了 浮黑聖結石 浮黑聖財聖反 反正他就說 他被迫要去下單一個不是他CP的東西 他就說 他還是必須要淡淡定定的接這個客人的單 我就跟他講說 你以後不可以這樣 你要叫那個客人大喊你的CP的口號 才讓他下單 所以我怎麼搞的CP很亂啊 為了生活 阿歐ちゃん こんばんは 仕事 お疲れ様 お疲れ様でした 我的 為了生活 為了生活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開心的下單 我就只是跟他打打嘴炮 叫他以後要叫對方喊他的CP口號 今天的第13名 原本直播系酷了 好 我才高來 禮拜日見 禮拜日見 汪汪 汪汪汪 汪汪 為了生活我開院 但是拆我CP就不行 謝謝天羽汪汪 你知道嗎 就是呢 其實現在很多地方都說不可以養寵物 那養一隻天羽的話應該算是養寵物嗎 我還養了很多隻耶 我養了很多隻醬油 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養寵物的人 買貴的吧 買貴的寵物 蠻貴的吧 你說不能養寵物的嗎 還說養一隻天羽 我說醬油皮包 對啊我養很多寵物耶 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 我確實是沒有辦法確定我的醬油門 會不會把什麼 家具給弄壞之類的 我有可能比下游更多 更多什麼 養更多是不是 確實 確實 你可以常常對你汪汪叫 而不是對我們 我們的話我們也是很感激 他可以常常對我汪汪叫 不是對你們汪汪叫 他很常對你們汪汪叫嗎 天羽會付錢給你養他 大家都是成熟的醬油了 會自己養我自己 沒錯 這件事情就是我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 我是 沒錯 我在操控我的醬油門 而且還要遞結契約 自己賺這裡送貨費的寵物 很棒 還會變成GP 對啊你們不是變成滴滴 你們會變成GP 我的寵物還要自己出門買飯 有空的話還可以順道買飯餵我 今天的第十 三名天羽 今天第十二名 今天的第十二名是 好久不見 其實也沒有到很久不見啦 的乖乖 謝謝乖乖 嗨 乖乖居然默默的今天一路衝上好棒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明明沒有很餓 但我 我有一點點 餓 我其實沒有很餓 但我覺得有點缺氧 可是通常我缺氧的時候 是因為我很餓 我覺得應該是我想睡覺 因為我昨天沒有好好睡覺 好吧 我今天應該要走走念榜 其實現在已經算早了吧 今天的第十一名 那我可能收斂一下活力念榜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有一種低血糖的感覺 但我沒有很餓 今天的第十一名 明明直播辛苦了 第二周算結束了 我把海報放在前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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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感受到 面面在為我加油打氣 這幾天都過得很順喔 星期六的公演 就期待一下啦 我會不會到呢 雖然不知道博承會不會到 但我是會到啦 謝謝博承 這首歌是 這首歌是 是 翻唱的版本 原唱是 林俊傑 欸 面面可以不到嗎 我如果不到的話 就是有點嚴重 今天的第 第十名 公演兩天跟生日會見 第一次參加生日會 第一次參加生日會 菲菲我們是陸克尹來第一次參加我們的生日會吧 我不到的話 就是 可能 不太行 會不太妙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太悶了 但因為我現在開著冷氣 好啦 我要幹嘛 拍手 拍手 耶 對 室內缺氧那種感覺 48cap 天爺飛飛衛爛 今天的第九名 因為每直播辛苦了 牽海報超開心 一度晕到不會下台 老實說呢我覺得這次的那個簽名動線 我一直很害怕大家跳懸崖 就是因為簽名大家在台上 然後他的階梯不是正常這樣子讓你們直線走過去 反而是讓你們轉了一個小小的轉角嘛 然後我每次都看到你們一路快要跳下去 然後我就一直希望不要出任何的事情 照理來說應該要有人站在那裡 告訴你們不要往那邊跳的 但我一直覺得你們都快跳下去了 被知道本名了 原本說不會來參加公演跟奢侈會 最後還是兩樣都參加啦 期待期待期待 謝謝Alex最後兩樣都參加了 我們這個禮拜先見 下個禮拜再見 不是我一直覺得每一個人都快掉下去了 我好緊張喔 因為那個雖然說沒有很高 但是一失足的話很有可能拐到 如果你們拐到的話 就會多一個人 腳包起來做椅子排隊 我是非常的不希望見到這件事情 喔不是下禮拜 是下下禮拜 是這個禮拜跟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 下個禮拜的話就是我生日 可以來直播找我 對啊挺高的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看到好幾個人一路快要下去 而且因為我都會忍不住簽名完後 就還就是有點話勞 多講了幾句話 結果導致他們都得看著我 就不會看著前面 然後我就差點目睹了一些命案的發生 今天的第八名就是 科學家 科學家課 感覺課很多欸 這個利不利愛人 感覺你課了很多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嗎 別課了 我們要活下去啊 下個禮拜直播 待會再講怎麼樣 謝謝科學家送的禮物 也謝謝科學家 這個缺氧的時候呢 看起來會很像喝酒醉 有沒有發現我臉很紅啊 感覺有喝喔 我喝 我覺得喝酒跟缺氧感覺很像 都是星際 手抖 有電風暑 而且現在甚至開著門在散 開著門在散風 念快點 好那我念快點 但是我覺得我喝完酒之後 跟缺氧長得一樣 是身體在發炎 真的假的 我剛剛就懷疑你那罐飲料了 有加酒精 好就去念吧 那大家先允許我不要這麼有活力的念棒好嗎 我要念完今天的 今天的 第八名謝謝科學家 今天的第七名 慢慢直播辛苦了 禮拜六不見 票送了兩星期 終於送出去 咳 我覺得這聽起來 黃牛都心酸了 她要賣的票 有人免費送 居然還送不出去 謝謝Jacky 我們生日會見 謝謝 謝謝你送了這張票 教服了那個人 是誰啊 是誰之後成為了一個幸運 我稱讚她一步 讚啦 好溫馳 今天的 我現在要學 我知道了 我要跟你們說 我現在要學 那個 聖竹魯 今天的 第六名 她放的頭貼 她放的頭貼 還是我穿的這件 謝謝 黑流星 辛苦了 我們一起 抵制黃牛 誰才剛被告 Jacky嗎 Jacky被告嗎 啊 哪個黃牛被告 恭喜福福嗎 為什麼 啊 聖竹魯被告嗎 這個我沒跟到 為什麼 沒關係 我自己去補就好 不用告訴我 不用你們幫我科普她 為什麼被告 謝謝 下一位 我剛剛想說 Jacky送公演票 難道有被告嗎 被誰告 好 下一位 今天的 第五名 面面直播 辛苦了 禮拜六要上班 禮拜天見 好久沒喊兩倍糖了 你知道你適合什麼糖嗎 我的胸糖 還是最愛你的哦 謝謝 謝謝 好好的胸糖 我 心領了 你的一片好意 我有空 靠靠看 有周杰倫的好靠嗎 周杰倫那首叫什麼 割蓮的胸肌 如果你還想靠 謝謝 好 這個怪聲我控制不了 反正不是我發出來的 就是這樣 大家不能太在意環 大家不能太在意環境的聲音 大家不能太在意環境的聲音 因為 畢竟 這 我也不能控制 對吧 那經起來比較像是 電磚嗎 不知道耶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之前應該有說過 我們這邊隔音其實也沒有到很好的樣子 的樣子 就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直播這麼吵 還沒有被投訴過 但其實 偶爾是聽得到 聲音的 各種聲音 所以 大概 就是別人沒有來投訴我而已 今天的 第4名 差點要跳到 父��姐姐了 再給我5分鐘 現在是怎樣 被妳講完之後 我很在意耶 這就是說 我說你們不要在意怪聲的原因 你們知道嗎 就是你們 一旦在意我的環境聲 我就會忍不住想要在意 所以你們不要在意 我就不會在意 你們在意 我傻眼耶 什麼意思啊 這個時間 11點刺濕欸 我要去敲 我要去敲 敲那個 我要去敲牆 下次不要再在意了 你一講完之後 我就很在意 好生氣喔 下摸錢會挖到我房間裡面嗎 不知道欸 這樣是都更是嗎 不是 這不是修馬路 這看起來是對著 其實說來奇怪 看起來是對著冷氣機那塊 我也不知道 細思極恐 好了 下一個 接下來就是第三名 第四名是副欸對不對 第三名是老闆直播辛苦了 看到醬油前輩提醒生日會有票釋出 雖然內向的我對生日會可能不好駕馭 還是給他票訂下去了 因為錯過真的是堆心瓜 我們公演見 郭婷伯伯要來公演欸 我們公演見 今天的第二名 今天的第二名 汪汪汪汪汪汪 我是蔡亞恩的狗 確實天宇是不會來我這邊玩玩玩 沒錯 你們辛苦了 哈 真的很開心 這個月呢有滿滿的老闆 每天都過得很有動力 那我們就週末公演見 希望這個頭天能夠給你一點氧氣 謝謝 幸福氧氣 今天的第二名 小安 好嘿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 自四月之後 大半年等待終於有結果 終於可以看兩場公演 跟參加十月三日會 香蜜的麵道館 期待見面那天 那代表我們禮拜六就會見面 謝謝 雨安 我們禮拜六前 回為雨 好累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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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 禮拜一 16号晚上9点 禮拜六 21号晚上8点 20号晚上9点